在前不久跟中華民國工業總會這些里堅士有一個聚會的機會 他們把這個圖用手機打出來 核電廠分布圖 我真的嚇一跳 核電廠分布圖 整個東北亞 從南韓到日本到中國大陸的遼寧 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 一路核電廠分布圖 我才發現我們周邊的國家地區 這麼多核電廠 哇 也就是說工商企業界的人認為 人家一樣有頭腦有安全管制 人家可以運用核能 為什麼我們台灣人是比人家笨嗎 比人家傻嗎 不是的 是台灣今天太多問題都泛政治化 使得我們沒有辦法對準問題真正的本質 所以在這裡我跟社群用保證 對核四我是一本初衷 二十多年來都是有條件的支持 這個條件是人民同意安全不害怕的情況之下 我一定支持 因為台灣什麼都沒有 台灣的土地只佔全世界萬分之三 台灣兩千三百萬人口佔全世界千分之三 但是台灣的工業產品卻佔全世界百分之三 沒有安全的能源 我們國家的經濟是沒有辦法往下走的 這裡我就現場幫你簽好不好 好這一張請大家看一下全國性的公民連署 好不好我在這裡在黃世修我們土豆面前 土條 土條面前我來簽一下 我們我個人同意簽署核四起風商轉的發電 來 世修兄非常關心我會不會簽我跟大家保證 我現在就簽好不好 剩下資料我等一下來簽好不好 好這是我簽署的 代表韓國瑜很明確的跟全國民眾還有長期默默投入 自己犧牲寶貴的時間資源甚至身體健康 為了我們台灣能源發展這一批勇士們 我正式簽署了代表我是認同 在有條件情況之下 我們我個人全力支持核四重新啟用 就是韓市長說的在人民同意跟安全無魚的前提之下 要重啟核四 剛才在做這件事情就是吸引我們外面的朋友 一起來把這人民同意這句話能夠靠連署的數量 衝到一個數字來把它展現出來 安全無魚這邊我來補充一下核四 最近有很多朋友關心核四重啟兩個事情 第一是說核燃料棒不是都運到國外去了嗎 你如果要重啟核四哪來的燃料棒呢 依照台電的資料 台電其實這個資料都不正式公佈 但是今天因為我們要講核四重啟 它開始公佈了 到六月底為止運出去了三批 運出去了核燃料棒不到一半 今年年底還會再運出去一批 目標當初是說明年年底以前要把所有核燃料棒給通通運出去 以今年年底運出去的核燃料棒來講 剩下的核燃料棒可以幾乎可以撐得起一號機的運程 差一點點那個無所謂 但是呢大家會說那可是運出去怎麼辦 我要跟各位報告 當初我們經濟部蔡英文派過去的政務官非常理想 我們把核燃料棒拿出去賣啊賣了換錢啊 但是呢台電跟他說對不起 這個核燃料棒是跟反應規格有關係的 沒有人要買的 他不相信拿出去賣了 我請問經濟部你現在運出去核燃料棒 你賣出去幾支 你說一支都沒賣出去 因為根本賣不掉 所以現在經濟部改口說我們脫售 現在變成季放對不對 所以真的真的如果我們需要核燃料棒 各位朋友我們請人再把運回來 多花的運費就算我們台灣學費 但是呢運出去的燃料棒 我跟大家講說賣不掉的經濟部 從蔡英文到經濟部這邊的人都很理想 賣掉可以換錢 對不起應該是賣不掉 我們再拭目以待 所以這核燃料棒 我跟大家報告是說 即使到今年年底已經有一部分運出去了 剩下的一號機基本上是夠用的 然後呢甚至賣出去的 運出去的東西 我不要講賣出去 運出去的東西 有機會拿回來 因為我們看是覺得他賣不出去 有機會 快樂